精英改造生物 精英改造生物 是什么呢 它就是生物 它的遗传物质经过DNA重组技术改造 那它的遗传物质 可能含有另一种物种的DNA 由于遗传改造动物和植物 它们所使用的技术差别非常大 所以我在此先介绍遗传改造植物 花蟹和乙烯及花上的乙烯受体有关 现今插花的康乃星 它叫早期的品种更为耐久 原因是这个植株 转植了对乙烯不敏感的受体基因 所以由于花上面的乙烯受体基因不敏感 因此当乙烯产生的时候 它不会有反应 也就不容易枯萎 接着我们再看 延缓成熟与老化的番茄 一般熟透的番茄 不易运输 这位植物生理学家 他手中所展示的 是他所研究出来的一种 不容易烂掉的番茄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知道乙烯合成过程中 需要有一个酶 叫ACC合成酶 这种番茄转植了 ACC合成酶的基因的反应基因 来抑制了植株内 ACC合成酶基因的表现 因此无法产生乙烯 所以可以延长番茄的成熟与老化 欧洲玉米感敏幼虫 他喜欢吃玉米的叶子 如果我们将来自于 树立菌的毒素基因 转植到玉米的染色体上 则欧洲玉米的叶子会带有毒素 因此欧洲玉米感敏幼虫 吃到的抗虫玉米叶 就会因为残细胞的传孔而死亡 同样的 欧洲玉米感敏幼虫 也喜欢吃花生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对花生的栽种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是如果这个花生植株也转植了树立菌毒素 结果吃花生叶的这个虫子的幼虫 也会因为肠细胞的穿孔而死亡 同学们可能会问 那我们人吃了怎么呢 我们人类因为没有树立菌毒素的受体 因此不会受到影响 接着介绍一种抗除草剂的植物 农达是一种强力出草剂 只要生长旺盛的植物 都会被它杀死 抗除草剂的植物 是农作物中相当常见的 遗传改造植物 科学家知道植物利用EPSP合成酶 生产芳香竹氨基酸 农达的活性成分 我们称之为加铃赛 它可抑制植物EPSP合成酶的活性 使植物无法产生 它所需要的芳香竹氨基酸而死亡 至于人类因为没有EPSP合成酶 基因 人类所需要的芳香竹氨基酸 完全来自于植物 因此人类不受农达的影响 接着我们想要告诉同学的是 植物怎么会具有抗除草剂的能力呢 当然为此科学家做了蛮多的研究 科学家筛选了上千种的生物体后 才发现一种细菌 在加铃赛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存活 科学家将细菌的EPSP合成酶 选之出来 它跟原来植物体里面的正常的EPSP合成酶 只差一个核甘酸 只差一个核甘酸的突变 这种EPSP就不怕除草剂的活性成分 科学家将突变的EPSP转植到植物体里面 于是转植植物对除草剂就既有抗力 接着我要介绍非常有名的基因转植米 黄金米 黄金米是由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 以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两位研究者 共同培育而成 黄金米的研究开始于1992年 但他们的论文是一直到2000年 才在期刊中发表 在开发中的国家小孩 多有缺乏铁及缺乏维他命A的问题 他们这两位科学家就想到 如果他们可以在米里面 将吸铁蛋白基因从豆类 转入稻米的染色 到米的染色体上 使得这个米能够产生吸铁蛋白 另外这是一种含铁量非常高的蛋白质 这可以让米的配乳中含有的铁量增加 另外米内含有高量的植酸 植酸会抑制小肠吸收铁 所以他们又想到 把增进的植酸酶基因植入稻米 使得稻米可以合成分解 破坏植酸的植酸酶 因此米内就含有植酸酶 另外米子含有非常少量的硫 硫硫对于吸收铁的功能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他们将野生米的金属硫蛋白基因植入稻米 使米富含有足够的硫 以使吃下米的人可以吸收更多的铁 再加上米只能合成部分的 只能完成部分的β胡萝卜素的制成 他们缺乏了制造β胡萝卜素里面最后四个步骤的酶 所以他们又想到把四种β胡萝卜素合成酶的基因 从黄水线转植到稻米 由于铁和微生物A的缺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这两位研究者 希望能够透过生产基因转植米 能够让开发中国家的人民 它的营养缺乏的问题可以有所改善 接着我要介绍的就是生产基因改造植物的技术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基因改造植物 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人类的生活 那这些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基因改造植物是借由农感菌来进行的 我们由农感菌的生活史来看 为什么农感菌可以作为生产基因改造植物的工具 这张图是健康和感染农感菌的植物 农感菌会在土壤中过冬 农感菌中含有T质体 上面带有TDNA 农感菌经由伤口可以进入植物的根或菌 并且开始附着在受伤的植物细胞上 农感菌上面的T质体上有的TDNA 就会离开农感菌而进入受伤的植物细胞中 接着TDNA会插入植物的染色体 变性的细胞就会快速的成长 细胞会增生产生肥大的肿块 接着新生的肿瘤 环绕在旧有的肿瘤周围 严重感染的植物根和菌上布满的肿瘤 农感菌从肿瘤表面会移植到 会移动到土壤中 科学家发现了农感菌中的T质体 可以作为将基因转植到植物上的工具 接着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科学家怎么样利用农感菌的特性 来生产基因改造植物 首先它们从农感菌中 存化出T质体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T质体上带有TDNA 以及限制酶的切割位 如果我们要把带有特定基因的DNA 接上去 我们就要先把它切下来 接下来之后把它接到这个T质体上面 产生了一个新的重组质体 我们就把这个新的重组质体 加入植物细胞培养中 以使T质体上的TDNA可以插入植物细胞中 我们将此段DNA放大来看 大家可以发现 上面确实是带有特定基因 而且已经插入到植物的染色体上面 最后我们将基因改造过的植物细胞培养到 变成带有特定性状的植株 所以同学们 事实上从农感菌的生活史 找到了它的T质体可以来作为 把基因载入植物细胞中的一个工具 我们现在可以生产出非常多的基因改造植物 所以事实上一个技术的开发 可以带来人类非常多的福祉 但是你真的要转植成什么样子的植物 你还是要有非常强的知识背景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吸收新知 我们才知道我们未来到底要生产 什么样子的基因转植植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